当地时间15号,哈马斯高级官员奥萨玛·哈姆丹透露,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指挥官穆罕默德·戴夫目前很好,此前以色列曾宣称在今年7月13号的空袭中将其打死,这也是首次有哈马斯高级官员反驳以色列的说法。